久違的自駕奶料 一個人自駕 非洲肯要 總共會不會 今天來一整天 什麼都會看到 我看到有一個人的公園 猴子 這邊也要好坐班嗎 又到金波爾裏 看看我的車 但現在為什麼要去警察 我就是被找查了 GPS上面顯示說我可以往這走 GPS 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手下歡迎收看 手下愛出門 久違的自駕奶料 我現在在肯亞 昨天已經抵達了 然後我今天難得 終於在這個環球系列化了一點妝 因為接下來的日子 大概是九天的時間 一個人自駕 非洲肯亞 有點緊張 右駕靠左 跟日本還有英國差不多 所以說他們可能 又會更難開一點 再加上這裡的車子 有點chaos 在這裡當然也是租了個 4WD四輪驅動車 因為我不知道我之後 會遇到怎樣的路況 所以我還是租了一台很大很大的車 現在想要去的叫做Nakuru湖 Nerobi開過去大概是兩個半小時 最重要的就是要看他們的火鶴 就是紅鶴 我們要出發了 希望大家祝小巷一切順利 好久沒自駕了 開心 Let's go 各位我們快到了 我們現在先到我們今天晚上入住的AMBMB 我們先開去Check in Check in完之後 我們現在出來晃晃看有什麼好玩的吧 羊的牛都走到路上了 希望我住的地方乾淨漂亮 有熱水 昨天沒洗澡啊 昨天沒有熱水 現在是在里達我住的公寓 兩房議廳超大 而且只有我一個人 只有我一個人 我住兩天 什麼都有 鍋碗 瓢盆 冰箱 全部都有 微波爐 客廳超大 這邊還有浴室 有兩個房間 隨便我選 好啦 那我等一下吃個東西 買個東西 然後我們明天就是重頭戲好不好 明天見囉 我們明天要去看火候 希望看得到啦 各位早安 今天是一個非常好的天氣 我們等一下呢 就要去看我們的小鳥鳥了 我們的Nakurulek National Park 在我們出發之前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要歡迎我們本集的Sugar Daddy ShopShop VPN 他絕對是我出國環球之旅最重要的夥伴 大家應該知道我之前墨西哥就有介紹過對不對 我告訴你 我這種常出國的就是很需要他 VPN呢它是可以把你的裝置還有網路連接在一起 我們上網的時候呢可以替我們自己的隱私進行加密 還可以跨越地區的限制 順利瀏覽無法觀看的網頁內容 真的是環球之旅這麼可以少了他 我去這麼多國家 一定要有一個MASTER最強大的VPN ShopShop VPN 而且我們用Nakurulek追劇啊 常常會因為地區不同而無法觀看這部影片 但是呢如果用ShopShop VPN 你就可以很順利地直接觀看啦 還好我現在滿暢情無睹的 最近在看那個獨命鑰匙有沒有人看過 那個還蠻好看的欸 我那時候坐飛機的時候想說 好吧下載一些來看 結果也不知不曉得就迷上了 真的蠻好看 我就事先下載在我手機裡面 這樣我隨時都能看 只要一個帳號就可以讓無限個裝置進行使用 不管你在哪裡 ShopShop VPN 都能保證你網路上安全的暢行無阻 而且它還有30天的退款保證 出國先下載喜歡再繼續用 影片下發資訊欄呢 有邦邦粉的專屬優惠 Elebet 馬上就可以獲得一七則優惠 還有免費使用 三個月跟大家介紹完 我最愛的Sugar Daddy之後呢 我們要趕緊出發了 動物不等人 那我們就走吧 Go 嗨 我們已經抵達 我們本日的重頭戲 Lake Makulu OK 首先它是位在東非大列谷的湖國 因為它水質是呈鹼性的 所以它的藻類非常的多 想必藻類多 就吸引了非常多的鳥鳥 會想要來到這邊棲息對不對 OK 那最後一段時間 這裡最有名的 就是紅河 俗稱火焰鳥 我也不知道我們有機會 看到這個火焰鳥奇景啦 應該是看得到 但可能很遠 我們畢竟自己來Sugar Daddy 可能是沒辦法下車的 Lake Nakulu 它也算是非洲最早的第一個 鳥類國家公園 知名電影 遠離非洲 Out of Abrika 還有在這邊取景喔 那這邊佔地非常的大 188平方公里 希望可以不要迷路 好啦 anyway我們趕快去買票吧 因為剛剛那個已經跑來問我了 走吧走吧走吧 看我今天到底能不能看到 小白犀牛還有火焰鳥 哇 看有沒有辦法看到 非洲五霸 哇那個湖超美的耶 好大喔 但我目前是還沒有看到 什麼東西啦 會不會今天哪一整天怎麼會看到啊 這倒是有可能 這個湖繞完一圈 可能要一兩個小時 反正我有很多時間 我很早就來 我建議一整天 就是要廢在這個公園裡面 就讓我們 年輕放大一點 來找東西吧 我看到了 第一個夢 好感動喔 會不會這幾天只看到你們兩個啊 我看到了第一個動物 開心 好啦 恭賀驚喜 至少我看到了第一個動物 猴子 我們今天只看到猴子啊 猴子台灣就有 就是在這個地方 大家都停在這裡看鳥鳥 好嘞 我們再往前看一下 啊 有斑馬耶 我看到斑馬了 我們現在看到這邊有非常多的非洲水牛 那非洲水牛呢也是非洲五霸之一 非洲五霸呢有哪五霸 花豹 獅子 大象 犀牛跟水牛 那我們在這邊呢其實 非洲水牛算蠻多的啦 他是群居的喔 然後他基本上都是住在沼澤啊 他是湖泊附近 他這邊有兩個很大的腳 攻擊力非常強 所以其實我們在裡面是不可以出去的 所以我就是很乖的待在車子裡面 然後只有獅子群獅才有辦法攻擊他們 不然他們這個腳要打敗他是有點難的唷 也算是非洲國家公園內常見看到的大型動物 他們走那條才對的 我發生了四季悲劇 看看 看看我的車 我剛剛就是在經過很多很多這種水 然後很恐怖 我剛剛也很怕 會不會 他又來了 哇 我到了 哇 哇 哇 各位 一定要租4WD 不然這個下去應該是 起不來的一般的車子 太恐怖了 我的窗戶長得你們要看一下嗎 剛剛發生的四季大悲劇 這邊有好多班嘛唷 又要經過一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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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問他前面的那個車子怎麼過去 有好多班嗎 啊 啊 我看到 場景路了 而且走在馬路上耶 哇 他躲進去了 哇 哇 他進去了 直接進去了 哇 哇 各位 這裡 有看到嗎 啊 在這了 在這了 上景路 野生的走在我的馬路上 哇 哇 哇 各位 有看到嗎 啊 走進去了 他走進去了 各位這隻長景路剛剛就走在我的馬路上 結果開過來他就走進去了 他還是好可愛喔 他沒有很高中等的 我以前高中生物是繁星第一名的 然後很可惜大學沒有考上相關的科系 所以我就沒有再繼續專研 就是生物這塊 不然我是超級愛生物 我之前還當過生物家教 場景路是什麼品種我不知道 如果有生物專家的話 歡迎下面幫我回答 我只要看到動物我就很開心了 大家千萬不要以太專業的角度來看這隻影片 我一個人自駕 一個人來到這邊 我盡力了 哇 就在我前面 擋路了 水牛 哇 太樂 他在這我不敢過去 哈囉 他們離我好近喔 有點緊張 看到了啦 瀑布在這啦 台灣大家都在這裡看瀑布啊 這邊可以下車耶 還好 等一下可以找地方尿尿 哈 我們到瀑布了 好 真的有點熱 我們現在在瀑布旁邊有一個休息區 然後大家如果有來的話可以來這個休息區這裡 上廁所 吃點午餐 因為他們大概全部都會停在這邊 基本上如果你是跟團的話就不用擔心 到底是要怎麼走 如果跟小巷一樣是支架的話 那你們就大概知道那個地理位置就好了 我們從大門一路開到這邊 應該有兩個多小時了 因為我大概十點半多左右進來 然後現在已經一點了 我剛是從我住的地方進來 然後我一路往前走 還有另外一個gate可以出去 所以我們就一路往下開囉 等一下可以看到什麼 還沒有看到lion欸 不知道會不會有lion 但是我覺得我看到場景路應該算蠻厲害的 我覺得其他人應該都沒有看到 又看到一隻場景路了 超近的大家有看到嗎 超近 欸有兩隻 啊 這邊有超多廢廢 廢廢都在這 有沒有看到 很多廢廢 這邊還有一隻 哇 這裡好多隻 哇 我又遇到鹿霸了 耶 是斑馬 走走走走走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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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說我需要去警察 所以我要錄製 然後告訴我為什麼我需要付錢 因為 GPS顯示我可以去那邊 但是你自己看見 那是一個方法 因為那是一個方法 因為那是一個方法 GPS顯示我可以去 所以常常… 如果你們猜到 我們可以回到 然後看看 那是一個方法 的地方 他們在乘車 看到 那邊 那邊 所以 意思是 一方法 你不能走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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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告訴我 我不會知道 現在 我現在要去警察 你自從小海 那裡 不過我要進去 大廚 那一邊 通常 都會做到 純正 可以 我可以 解釋 但是 我會不會知道 所以 我會不會知道 如果大家要留意,就讓我來知道, 就讓我來知道, 然後讓我來知道, 因為這次是我的第一次, 我沒有認識, 然後我錄了, 告訴大家, 他們要知道這次。 為什麼你錄了? 因為, 因為, 事情發生了, 我們是警察現在, 我們是朋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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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須告訴大家, 他們要知道這次的方式。 只是去看, 然後… 我只是想知道, 為什麼我必須去警察。 我們現在不去, 我們去那些地方, 因為這裡有很多困難。 你正在罰罰。 但是, 這也是… 這是安全帳。 如果我離開, 也就是, 我破壞了, 對嗎? 不, 你只會把指示示, 你正在罰罰。 他現在就是要找我查, 要跟我要錢, 跟我這樣, 一萬塊。 我就是被找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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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剛剛不小心, 找到單向島, 結果他們直接把我攔住。 配槍警察, 直接要我付錢。 然後要我去警察局, 我真的傻眼。 重點。 GPS上面顯示說, 我可以往這走。 GPS。 不在這裡。 好好看。 沒有車子。 沒有車子。 但是我需要去公園, 這樣會更好。 可以由你去公園。 可以回到公園。 我們可以將公園提供應。 可以偶然展示你 有馬園提供應館嗎? 有馬園提供應? 有馬園提供應。 有一個公園, 還有一個公園。 無論如何發生,我必須要錄製給大家 所以我還錄製,那是我的手機一直在這裡 所以我們想帶你到我們的防止站,但你拒絕了,為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去那裡 如果我去那裡,一會給錢 另一會,我會花很多時間 對,所以為什麼我拒絕? 你為什麼要去那裡? 就讓我去 那是你的訊息 只是訊息 因為我已經錄製了 如果你們想看我的網站或網站或網站或網站,我可以告訴你們 我可以告訴大家 警察會發生什麼事,警察會訊息你們 好了各位,他們下車了 剛剛我跟他們用一個樓情公式再加上 我說我是來這邊出境觀光 之類的 不然他們原本要跟我要 10,000 應該是mall 然後還要我去警察局 不知道為什麼我要去到警察局 好,你跟我要錢,那就算了 為什麼我要跟你去警察局 我不知道 我只是照著GPS走了一個 然後他跟我說那是one way 那個我不能走,我就是走反方下來 其實我不知道 所以我剛剛非常冷靜地跟他們說 我是來幹嘛幹嘛幹嘛 然後他們說那我到底想怎樣 我又說那我希望你們給我警告就好 我們現在終於抵達Supermarket了 好,那我本來想說要去吃肯亞在地的BBQ還是肯德基 因為我昨天發了個線動說肯亞就有肯德基 我去過這麼多的國家 還有去過這麼多的城市 我真的覺得肯德基的店面數 完勝麥當勞 我點了一個launch box 還有問他有沒有ice cream 所以他給我一個好吃的ice cream 有很多套餐 然後可以選跟台灣的一樣 基本上是沒有蛋塔的 Let's go 我們去樓上吃我們的肯德基 但是因為我有點冰淇淋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先吃冰淇淋 因為他剛跟我說 這個口味比較好吃 OK,那我就來吃這個口味吧 看了看了 不錯耶 難怪他跟我說這個看起來比較好吃 看起來真的蠻好吃的耶 海鹽 焦糖口味 我覺得這個我可以回去慢慢吃 因為我有冷凍庫 這個真的超好吃 我要再回去把它冰起來 就在這邊先解決掉我們的肉好了 看起來蠻酥脆的耶 我昨天說大吉林的肯德基 是我這輩子吃過最難吃的炸雞 但是在克里亞這個 很好吃 因為好鹹喔 我覺得很好吃耶 它有汁 皮再薄一點還可以 肉非常的嫩 肯德基爺爺 酷的酷的好啊 你可以把它吃掉 它旁邊呢 還有副魚丸生菜 這是我最不愛吃的 它們薯條跟台灣的麥當勞薯條很像啊 我已經吃了好多天的薯條 我真的要變胖了 今天呢 也是完美的告一段落了 嘎嘎我沒有被罰錢 還有家在 我這個做導遊的嘴巴 還是蠻會的 我們明天要繼續奮鬥 我們明天要開更遠的路 一段很長很漫長的路 希望大家喜歡小巷今天 再給大家驚喜 我們下集見 喜歡小巷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小鈴鐺 拜拜